徐昌就说,他涂上的这个果实 他这个果实是不是,感觉是枣子吗?老师 那个是枣子吗? 遮啊 对哦,他说有果实营 那果实营应该,牙虫应该怎么样做处理 这个东西,果实营都不是最重要的 你的百分病很严重 所以这个百分病跟黄蹄肚大概是这两个是比较严重的肖子 各管理都已经拔掉了 所以这个风蹄的时候,当然刚才说的 你的问题也是很要紧,不是没要紧 只是说因为没说到,没说到 我就来提醒一下,这个白粉病 今年这个折了,这种大伤大伤 不说特别拽 这种的这个,那么暗时有一点点的这个湿度 差时有一点点的没薄薄 这百分病就严重了 所以你一定要配合这个 试骗这种东西 那么因为这段时间来 他的这个 百分油有的通常 较油膏的时候,我们都会怕 所以你在营销注意一下 但是最要紧,就是说 这个油你配合这个 这个要来营锡片,可以用银档保护的旗杆 你说我装一张而已,我又去买那些油 你就可以用锡片,用烤油油做回来拌 这通常也有这种好处 就是说有办法把它控制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的蚂蚂蚂蚂蚂 这种整个 一个蚂蚂蚂 这种有当时是 蚂蚂 还有一个就是 这些蚂蚂 网友刚刚才有一个危害 他会去帮他 但是更重要 地头的蚂蚂蚂蚂 那个就是白粉病 白分白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蚂蚂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看到可能有什么蚂蚂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蚂蚂 这我们再来给他噴一瞬 这些蚂蚂 大概是可以 是可以 可以控制掉 可以控制掉 那么大体上是有这种的一个隐患 所以你的问题 你刚才有更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么在一个蚂蚂里面 那么你的发现 比如说自己种 所以不需要用蚂蚂 这就是变成一个 这通常的蚂蚂蚂蚂蚂 你喷蚂蚂蚂蚂 正确的 这种蚂蚂蚂蚂 如果是喷蚂蚂蚂 就是说蚂蚂蚂蚂 不一定是 可能你要把蚂蚂蚂 提倾 说是不是 应该不是白粉病 但是你的各管 反正应该是进行 不使用農業 不然果實營就像包這條爐湯好走 果實營就用包的 牙蟲的部分 用一些這些維生物發酵液 配合油 一種葵花油的產品 你來做這個處理 這個都還是有這個機會 但是就是平下的部分 一定要控制得好小 那麼盡量就是可以配合細片 再來處理一百 大概就比較沒有 一般我們在這個 差不多開始熱變冷 有一點點熱 一半天 大概八九月那個時候 沒那麼熱其實還是夏天 那麼它可能就比較大傷 水比較沒那麼多 有可能白粉餅的就容易吃起來 水很怕白粉 肉面有時候你去買水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水不緊 豚豚豚豚 但是 嚴重的就嚴重 如果沒有嚴重 摸起來就是稍微粗粗粗粗粗 但是它就是不會更而已 就是要更還好 那麼這種通常是什麼白粉餅 那種通常就是這個白粉餅 來給他們的 那麼這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這個了解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提供給你稍微做一下這個了解 ��